Hello,大家 近期Jacky收到很多詩述 就是Jacky,現在正式恢復通關了 國內一些樓市或者中山 有沒有樓盤說現在價錢會變動呢? 大家都知道之前留意在中山 有幾個比較出名的樓盤 包括在這邊的遠洋范花里 環化觀山水 龍江九嶼山 或者其他樓盤也好 今天我就帶大家看這三個樓盤 第一個樓盤 我們首先看看這個遠洋范花里樓盤 究竟現在價錢有沒有變化? 而且聽說現時范花里 旁邊這些碟碎 賣的價錢大概是六百多元呎 而且還送了產權車位 1500呎的單位等著你上車 包括環有現在范花里最新的三期單位 亦都是我看到的戶型比較帥 究竟它一個屋苑現時賣的產品是怎樣的? 現在我們馬上帶大家看看 我們現在又再到這個范花里的現場 相信很多香港朋友 一直以來都有觀望這個屋苑 現時我們的現樓單位二期 基本已經賣光了 我們可以看看最新的單位 在三期這邊 其實我看過一眼 整個花園的組成來說 三期會比二期好少少的 就是三期自己都會有一個獨立的泳池空間非常大 同時的話 我們看到泳池這一邊是朝東南向的 然後現在主要在售是52棟和53棟的單位 53棟的話我會比較推薦 因為這一邊正正是正南方 正南方這一邊如果看過來這裡的單位的話 如果看到遠景一點 其實可以看到西江河的支流 所以的話 我們這間香港朋友如果可以到現場 或者有興趣的話 到時過來我們會有同事帶大家 看看這個方向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屋苑三期這裡 總共是十一等的單位 十一等的單位 大約1400戶左右 然後收樓時間都不會太遲 因為三期是最新的產品 收樓時間是2023年年底 暫時都不知道會不會提早可以收樓 但是最終deadline的一個收樓日期 都是年底的 所以最遲都是等一年 現在是年頭 然後它的單位的組成的話 其實2500和3棟都是一樣的 就是兩梯四房的形式 然後最小的單位 都是800多尺的三房單位 然後每一間單位其實都不同 因為兩梯四房 有800多尺 有1000尺 1100尺 1200尺 所以說 無論是三房單位還是四房單位 大家都可以在現有的產品上 可以選擇 然後最高層是34樓 大家可以記住 最高層是34樓 所以大家如果說 諮詢到的 看看有些甚麼單位 的時候 如果你不要頂樓單位 你可以跟我們說 我們可以選擇 一些中間樓層 或者中高樓層給大家 包括如果是低樓層的單位 其實都可以看到一些花園的景觀 其實都比較漂亮 因為價錢是不同的 所以我會在這邊 和大家詳細地去分別 說一下價錢 因為樊花里這個屋苑 大家都知道 它看的景觀 關於樓層不同 它的景觀 也是不同的 同時 它也是有精裝 和清水樓單位去選擇 所以的話 先說清水樓最便宜的 可能樓下這些 大概是600多尺 就可以買到 即是低樓層 少許600多尺的清水樓 就可以買到 中高樓層少許 都差不多是700尺 然後說 現在買精裝單位 大概的價錢 即是包括裝修收樓 大概都是700多尺的價錢 所以現時 就算是通關之後 它的價錢 亦都沒有甚麼變化 變化不大 因為之前做了特價優惠之後 發展商都希望香港朋友 這麼久沒回來 如果有深水買這個樓盤 都可以享受通關前的優惠價錢 所以的話 如果大家對於樊花里 這個樓盤有興趣的話 這段時間 真的可以過來 看看這個樓盤的實地 究竟是怎樣的 其實整個屋苑的實地 非常非常漂亮 泳池至少都有兩個 未來環有會所 環有中間是別墅用地 密度會比較低些 包括它自己有Shopping Mall 它自己有Shopping Mall的形式 大概是在2023年 即今年的5月份 政府正式開業 因為Shopping Mall 是交由給政府去管理的 現在招商都基本搞定好了 還有自己有校網 從政學校都已經開了學 所以本地人的業主 其實居多 意味著這個屋苑的人氣 和上駐人口 是可以保障到的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資訊 就是本身 繁花了這個樓盤 我們在早期都說了 在疫情的期間 它已經和那座大喬口岸 簽了一個直達巴士的線路 即是村巴的線路 因為繁花這個屋苑 它本身和政府合作 它懷起了一個交通樓站 即是巴士站 給政府一個大站 那裡是拍攝了一些 尾班車、末班車 或者早班車的巴士 所以未着 我們香港朋友 在不久的將來 因為剛剛會復通關這條線路 還在試行 不久的將來 可以正式入住之後 我們一落樓 就可以上我們的村巴 我們大概20到25分鐘 可以回到香港 趕著大喬珠海口岸 接駁回24小時的金巴 就可以回到香港 是非常方便的 然後現在不僅有三期的項目 如果現樓的項目 現在還會有之前賣的碟碎 即是小別碎的產品 大概1500呎左右 它的價錢是600多元呎 所以的話 如果有喜歡的觀眾朋友 都可以考慮一下現樓單位 然後 繁花你這邊 或是整個中山 如果沒有做過按揭的觀眾朋友 亦都可以享受到 兩成首期上車的上會福利 意味著 如果我是買1000呎的單位 包含裝修 70萬左右 兩成首期上車 十多二十萬 就可以馬上上車 做業主 最長工30年 其實 我就算太100萬 我工30年 大概都是4千多元一個月 所以說 如果考慮上會 現在買中山的香港朋友 其實這些住宅樓盤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首期比以前低了 而且 你首期低了之後 你的按揭月供 還要比以前便宜了 所以說 繁花你這個屋苑 其實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看完這條影片的介紹 再定一下 如果說有興趣的 到時都可以直接 出來實地 我們有私家車專人一對一 接送服務 看樓的 然後我們都可以 跟大家大概說一下 它的位置區位 區位的話 它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這個中山的神灣 如果說我們香港朋友出來的話 最快線路 亦都是坐這個 港珠澳大橋的金巴 或者坐港珠澳大橋出關的巴士 是從珠海關口 20到25分鐘 可以坐我們的業主 穿梭巴士 回到屋苑樓下 意味著的話 如果我在香港關口出發 我半個小時的金巴車程 再加回20到25分鐘的一個 村巴車程 50分鐘左右的時間 我可以從香港口岸 到達這個遠洋 繁花你這個屋苑 自己上樓回自己的家 周邊的話 會有一些 我們民生的配套 什麼叫民生配套 就好像我們日常所用的 我們要自己煮東西的話 要買菜 街市 或者是購物店 商場 或者是一些校網 這些就會比較是我們 可能周邊剛需客戶需要的 校網配套 或者是醫療配套 因為退休回來住的 我們可能去body track 這些位置 去醫療配套 其實我們都可以 五分鐘之內的車程 可以到達了 所以的話 如果說住在這邊 會更加之方便 我們經常常常住的觀眾朋友 因為配套已經成熟了 不需要等會比較早住的觀眾朋友 可能就會更加有需要 如果說我們平時開車出去的話 即是我們在這邊開車出去 我們上回中山的一個石旗市中心 15分鐘的車程 因為外面的105角度已經改好 非常快 以前半小時 現在是15分鐘 然後南下 去到珠海的一個環化商 或者是珠海鄉州區 一大大的一個中心位置的話 大概也是20分鐘左右的車程 就可以過去了 所以 凡你這邊的話 不單止我周邊配套 可以保障到 我們的業主的需求 還可以看到它的位置 在中山和珠海交界位 15到20分鐘 我去到中山一些比較成熟的位置 或者去到珠海一些市中心位置 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或者現在呢 它的一個沙盤配套 和一個位置 我們都說得差不多了 我們去選擇一間 樣板間 去選擇一間單位 是實樓來的 選擇一間實樓單位 看看它的戶型 美不美 實不實在 如果是有需要了解 所有單位戶型的話 都可以提前連繫我們 客戶熱線 9290663 我們會給所有單位的 一些影片 或者是所有電子樓書 給我們的一些香港朋友 也可以到時連繫我們客戶同事 過來 預約我們 實地看樓 然後我們會在關口專車接送 OK 那我們馬上去看看 現在我們進到繁花里 現在三期的花園裡 其實我們可以見到 它的樓間距也不算太密 然後中間到時是成片的圓林 而且繁花里這個屋苑 大屋苑 它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分期但是它的花園是相連的 意味著我們以前見到的一期二期的花園 或者會鎖售售部那邊 也可以直接從花園走過來 不是分屋苑 所以未來全部搞定之後 這個是大花園的設計 意味著我們環繞住整個屋苑去跑步 或者散步也好 我們可能跑半小時左右的時間 才能跑到一圈 現在我們再看看 現在三期 加上它一個 現在做好了的 我們的入戶大堂 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都可以帶大家看 現在來到的位置 入戶大堂 跟以前是有點不同的 三期的一個環境 或者感覺 它會比較高質素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設計 以前的話 可能會做得簡陋一點 二期的單位 但是這邊 一進來的感覺 就會是很溫馨 很舒服 而且是大氣一點 現在的話 我們進升降機 上去看看它的單位 是怎樣的 先看看 這邊 OK 我們現在上到這棟 是三期的第七棟的現樓單位 我們首先看看 因為它的一個戶型 現在買的有多種選擇 四種戶型 包括其中 有一種1809平的三房兩廳 兩位南德對流的戶型 我們可以進去看看 和大家介紹 主要是看它一個膠褲的標準 它的質量和戶型是否漂亮 首先 如果是包裝修膠樓 或者是精裝膠樓 或者是無闢膠樓 它都是門 箱子門 還有電子的密碼鎖 三合一智能煤鎖 其實全部都有 這個不用擔心 如果是清水樓 裡面所有東西都要自己做 但是精裝膠樓 這個就是它的膠樓標準 可以看到 圓關位的話 就還未做貴 到時大家喜歡什麼樣式 就自己做 然後 天花的話 它就做了一個石膏線的吊頂 石膏線而已 它就沒有做回置型吊頂 然後 長身 特色的雨膠身 進來這個位置 客廳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客廳位是很闊落 客廳位的闊度是3.85米的 是非常大 甚至去到4米 那麼闊 然後 這邊的位置 客廳位的位置 因為它未有傢俬家庭 我要跟大家說清楚 是什麼位 客廳位的位置 出來的話 就是這個主觀露台 也是一個大露台 因為如果說是7棟的話 它的景觀 是沒有現在賣景的52、53棟 那麼帥仔的 所以的話 我會覺得 現在這個7棟三樓 雖然是無遮擋 但是這個景觀 不是我們所追求的 但是現在賣52、53棟 看出去高一點點 是可以看到光景 完全是不一樣的 但是到時的話 我們也可以是封窗去處理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香港朋友可能 不是每天都住在這裡 如果說看出去 看遠景的話 封窗其實會對單位的保養 會更加之好 如果封了窗 把這個廳打出來 會更加之大 和更加之舒適 因為它有兩個露台 所以我做一邊封窗 是完全沒問題的 然後走到這邊 是飯廳的一個設計 飯廳的話 就方方正正 放一張圓的餐桌 六人到八人 都是完全沒問題的 然後這邊 廚房位的話 裡面 我們所見即所得 廚房所有東西 都是完全有的 包括抽氣線 和一個爐頭的兩件套 都是有齊的 下面的廚櫃也搞定 包括這個位置 我們看到這個雪櫃位 是非常之大 這個大概去到80公分 到一米闊 都有 雙門雪櫃位 然後這邊 升盤 龍頭 特別這個工作台 L字形的一個設計 它是非常之舒服的 一個動線 然後窗身位 亦會比較透光 開陽一點 然後出來這邊 飯廳 其實它接著 是一個北面的露台 北面的露台 在七棟這裡 它是望少許花園的 但是現在賣的單位 是直望別墅的景觀 是不會遮蓋那麼多的 所以大家對於 現在看到這個單位 雖然不建實樓 但是大家可以大概想一下 就是 它現在賣的單位 會比現象 我們看到這個實體樓的單位 景觀各樣會更加漂亮 然後再進來這邊 就是靜區 靜區就是一個衛生間 再加三間房 以及其中一間房主人房 是套房來的 這個宮位 它做了乾濕分離的設計 這個乾濕分離的設計 外面 一個洗手盤的位置 我們看到很大的鏡櫃 就沒有做鏡櫃 這個後期需要修改 可以後面自己修改 然後進來這邊 到時會有玻璃肉瓶 因為現在還未修改 因為示範位置 到時修改玻璃肉瓶 位置都算夠了 而且這裡的一個開陽位置都夠 所以平時不用廁所位 我開窗通風完全沒問題 而且有些肉霸 都是送給業主的 然後這邊三間房 這邊三間房 我們可以分開看看 首先看這邊的一個特面房間 這邊的房間 這邊是藍面 講返了 這邊是藍面房間 這邊藍面房間 七棟就是望回花園 望回花園景觀 到時的話 我們 搞定好了 這個花園更加漂亮 然後再過來 因為兩間房間 大小 其實差不多大 我就不單獨介紹 因為說話會重複了 這邊是另外一邊景觀 這邊的景觀 就沒有那麼靚仔 因為不是望花園 但是它至少都是一個 無遮擋的設計 是不會那麼沉的 這樣也會比較開揚 然後兩間房間 大小也差不多 而且看到 繁花里做的一個 關於飄台的位置 也是做得比較好的 就是它是齊平的 基本上我們看到 繁花里樓盤的飄台 它也是齊平的 而且的話 它有些位置是可以搏的 所以如果有需要 你搏了它 這裡會更加接穩 更加大 然後我們再看看 來到這裡的主人房 來到主人房 可能有很多觀眾朋友 會問 主人房為何對著走廊 其實不是 我們可以留意 轉一轉過來 我們可以留意 主人房對著的 不是大門 是這個懸關位 因為大門是側開的 大門是側開的 這邊開的 大門在這裡開的 所以的話 這個就不用擔心了 所以就不會門對門 這個設計也比較好 主人房可以偷多點位 大門就不用對著它 來到這個主人房的位置 是非常非常大 我們看回這個位置 正常是放在衣櫃做一個隔斷 因為它本身的廁所門 對著床就不好 但是做個衣櫃隔斷都OK 然後廁所的位置 它就做比較正常的 就不會做乾身分離 然後鏡櫃都搞定好了 但是到時也有肉瓶的 放心 玻璃肉瓶 然後床的位置也比較大 它的裝修設計 我量過一下 大概是米8床 它的裝修設計是放米8床的 如果我需要再大一點的床都OK 但是我個人建議 因為它本身的衣櫃位置 基本都是要放在這裡做一個隔斷 所以這裡不建議做太闊出去 而且這裡是飄台位 包裝修的時候已經拆起來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刺一個位置出來 會更加多用途 其實這裡也可以做一個半開放式的櫃 製一個轉角桌 或者梳裝櫃 完全都是沒問題的 然後這裡看的景觀 也是看花園的 是非常漂亮的 如果我們這間單位的 按照護形來說 每一個位置都會比較大一點 同時我們如果居住 我們只需要三房單位 這個就是大三房的護形 或者是南北對流雙露台 這個護形 其實我覺得三房單位的追求者來說 這個都OK的 那麼它的價錢是多少呢 如果計它精裝單位 700多元呎的情況之下 大概價錢是去到80多萬 那如果是買的話 我兩成首期上車 都可以10多萬 馬上上車做業主 每個月供大概是去到三千多元就OK 供三十年是完全沒問題的 所以我們香港朋友 有喜歡梵花里 或者有留意梵花里的屋苑的話 亦都可以連任我們客服同事 可以更加直接地連任我們同事 預約帶大家出來看樓的 無論現在通關的深圳 或是珠海的關口運 或是船運碼頭 或是機場 只要你回來 你上去看樓的 我們都可以安排專人專車 接送你到樓盤 看看實地 和你詳細做一個介紹 亦都可以沿途和你介紹一下 你想了解一個城市的一些基礎資料 究竟中山這邊的城市 一個環境是怎樣的 值不值得買 或者住好不好住 我們都可以和大家詳細介紹 有關更多樓盤的戶型 都可以連任我們同事 我們給更加詳細的電子樓書 亦都可以向我們太子展示廳 實地了解一下 我們下一期再見 記得點個Like 有需要 Call我們 和WhatsApp同號的 92906663